炮後好幾疊文件搬到桌上 全是罷免時代力量立委 黃國昌的連署書補件 新北市第十二選區罷免黃國昌行動 已經邁入第二階段 選委會出動六名工作人員 初步檢查連署書 因為八月送到新北市選委會的連署書 仔細查對後還差兩百九十三份 因此安定力量這回送來補件 大約兩千兩百份 不但要補齊 而且要補滿 而且最重要是要補過 所以在很快時間內 人民就非常踴躍 然後也很主動的來連署 那加上我們的志工 我們也出動軸遍各鄉各成 所以我們在短短的兩三個禮拜內 我們就收集到了兩千兩百多張的票 送來比門檻還多將近十倍的連署 安定力量就是希望罷長連署 能夠一舉達成 將依規定於四十天內 就是十一月十五號之前 將由中選會來宣告罷免案成立 或是不成立 如果宣告成立之後 那將在宣告後的二十天到六十天之內 會舉行罷免案投票 外界預期罷免案可望成立 到時候只要罷免同一票 超過選舉總人數的四分之一 也就是六萬兩千七百九十八票以上 罷昌就會過關 黃國昌也將被人民拉下馬 寫下臺灣民主新紀錄 記者正好報導